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要來介紹 半週年推出的一些新角色 那我是真的沒有想到 官方竟然就直接這麼跳過火PU 而且根據官方的新聞公告 我們台服也會拿到170個免費抽 不過我們這個半週年卡池 開放時間是從10月1日的中午12點 到10月7日 每日的免費抽 卻是從10月1日到10月18日 所以後面的卡池轉蛋 我覺得除了可能補到光屬性UP池 也可能會補到那個公主延節的常駐池 那不管如何 我覺得這波操作官方都已經非常佛心了 能夠原封不動的 把免費抽的次數都搬到台服 那真的是非常好 好啊那我們就接著來看到這次新 卡池一面推出的幾隻角色吧 那這一次的卡池總共會推出3隻5星 包括限定的尼芙提姆 跟3隻3四星的角色 那這6隻角色 其實我覺得都還算有用處 其中最最推薦你一定要抽到的 就是這一隻限定的尼芙提姆 不只是因為他本身能力強大 而且因為如果沒有在這個限定期間內 抽到他的話 短期間內是無法再補到這張角色的 大概是1.5週年之後才會再出現 那我們就直接看到這一期的大獎 李黑 首先是李黑他作為隊長 能在進入Fever的時候 提供光屬性角色120%的攻擊力 並且延長Fever Mode的時間30% 呃這個做隊長的效果其實非常強 延長Fever Mode的時間 跟普黑做隊長的效果是一樣的 但這個攻擊力加成這邊 李黑就是目前光隊能夠提供 最多倍率的隊長 不過前提是我們要能夠維持Fever模式 李黑作為隊員 他也是光隊非常萬用的一個隊員 技能效果首先能夠賦予光屬性角色 再生效果 並且在進入Fever狀態的時候 能夠再給予光屬性角色 連擊效果 技能動畫只有創一個格 沒有什麼好看的吧 那連擊效果的意思就是 我們打一個combo 會突然變兩個combo 所以假如說我們有三個光屬性隊員 打敵人一下本來是三combo 現在變六combo 那連擊造成的傷害是原本的20% 當然這個隊長跟隊員效果 都是在Fever裡面非常好用 但還不足以撐到光隊萬用的角色 那真正讓他變成一個光隊 非常萬用的角色 是他的被動效果 那直接看到這個被動 被動一一主要角色編成 戰鬥開始的時候 所有光屬性角色技能槽 就直接加到100% 這點是不是跟我們那個水隊水炭很像 沒錯這也是為什麼李黑是光隊 非常萬用的一個隊員的原因 不過李黑的其他技能 被動都是跟Fever有關係的 不像這個水炭 還可以提供一些工人的加成 李黑提供的都是Fever模式下的加成 那被動2 同樣要以主要角色編成 恢復HP的時候 可以增加30個Fever槽 以及加一點攻擊力 那回頭看一下 因為他的技能效果 本身就有提供再生 一直恢復HP的效果 所以李黑能夠累積的Fever槽量 其實是蠻多的 而且我們是開場 就會釋放出這個能夠開再生效果的技能 所以我們很快就可以 進到第一次的Fever狀態了 最後被動3則是提供光屬性角色 直擊傷害200%的加成 200%的加成其實傷害還蠻可觀的 那整體技能組看下去 應該也可以了解 他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用的Fever手 開場滿能力啊能釋放再生效果的技能 並且一回血就可以加一點Fever槽 然後還可以額外提供隊伍一些 攻擊力跟直擊傷害的加成 離黑的出現就直接讓光Fever隊 成為後面幾個月版本T0的隊伍 隊伍的編成 你可以像畫面上這個樣子組 不過我們裡面還少兩把之後 光超級會掉的武器 那我們可以先把它換成光劍 這個隊伍也是後面幾個月 打通各個關卡都非常萬用 非常實用的一個光F隊伍 那我只非常簡單講一下這個隊伍的替換 如果你少了神速或者光王子的話 可以換成光炮或者光稻碎 或者你要再換成其他的光Fever手 像是九寶 歌姬之類的都可以 其他也還有看到這個打崩壞玉 可以達四五十秒就打過的光Fever技傷牌 那其他像是光PF隊 或者後期會出現的光技傷牌 也都會用到離黑這隻角色 所以如果能的話 這個半周年祈禱一下自己運氣好一點 能夠靠免費抽把這個離黑給抽出來 如果運氣不好沒有抽到的話 還是建議你試試看能不能夠補個幾抽 把離黑還是給抽出來 好下一隻要介紹的角色是 墮天使愛莉維亞 那其實這個角色是動畫 巴哈姆特之怒裡面的一個角色 不過反正這個動畫是side games的 所以就直接連動過來了 作為隊長他能夠提供暗隊 可以40%的攻擊力加成 但如果全隊都在貫通效果狀態的話 會再給暗屬性角色80%的攻擊力加成 那因為墮天使他本身的技能效果 就有帶貫通的能力 而且他又是一個輸出手 所以他作為隊長能夠吃到的倍率 跟加成是還不錯的 那我們剛才說他的技能能夠提供貫通效果 但除了這個貫通效果以外 他的技能其實還有蠻多能力的 包括能夠打出一個暗屬性傷害 打出攻擊力彈效果 以及提供一個盾足效果 這麼多功能的技能組效果 讓他在很多暗隊裡面 其實都不算太難就業 那我們剛說到墮天使 他是一個主力的輸出手 這也跟他的被動有關係 因為被動一跟被動三 都是給自己加攻擊力或者傷害的 被動一在每編成一個暗屬性隊員的時候 他就會增加15%的攻擊力 被動三則是在隊伍處於貫通效果中的時候 會把直擊攻擊直接計算三次 那這個的意思就是 我們本來打一個怪是打出三combo 但其中墮天的直擊會被算錯三次 所以他的那一combo會變成三combo 所以打一個怪會變成五combo 那在有這個被動三的情況下 就比較容易完成被動二的條件 直擊30次就是打到怪10次 我們就可以有暗屬性角色 攻擊力加10%的效果 那最多可以加到60% 可以提供全隊一個 輔助的效果 那他的隊伍編成重點就是要維持這個貫通效果 而且如果能夠給他疊直擊傷害的話 他能夠吃到的加成是比較多的 隊伍組成方面能夠給直擊加成 還有貫通效果的神女幾乎是必帶的 然後按給也能夠提供更多的貫通效果 那全隊有帶上三個貫通效果的角色的話 那這個貫通效果時間幾乎是可以全程覆蓋的 武器裝備池之後會出一個 能夠給非常大量的 攻擊跟直擊傷害加成的黑劍 那如果還沒有這把武器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裝備暗崩壞玉的這個武器 隊員替換方面 我們可以在暗魔劍 暗法女仆 利人之間做其他選擇 不過盡量不要換掉暗gay跟 蛇女 因為這兩隻角色才能夠維持這個暗隊 全程的貫通效果 那如果你很想玩暗直擊隊的話 這個墮天是一個可以取得的暗屬性角色 他能夠提供高額的輸出 還有像是貫通緩速攻擊力量的效果 不過暗隊沒有他也是有其他隊伍 像是暗魔女或者暗gay 可能也可以來組隊玩 所以如果免費抽沒抽到的話 不需要可以為了這個角色而去拼這個卡池 那這個卡池裡面的最後一隻五星角色是 牡丹 或者也有人叫他花火 因為他是花火師 牡丹他當隊長能夠 提供非常高額的倍率 首先他本身能夠提供60%的技傷加成 如果進入Fever的時候 可以再額外提供70% 進到兩次Fever就可以提供140% 所以當隊長最多可以提供到200%的技能 傷害加成 技能也是輸出類型的技能 他能夠打一個範圍的25倍傷害 那這個傷害的造成會 隨combo 數越多而提高越多的傷害 跟那個小七的龍捲蜂 有一點像 不過牡丹的技能範圍 我覺得還蠻大的 比較不容易打空吧 牡丹的被動能夠提供 非常大量的技能傷害加成 被動一被動二被動三 都是有給技能傷害加成的效果 那被動一在自身發動技能的時候 除了可以提供技能傷害加成以外 還會給10%的強益彈射傷害加成 被動二則是在進入Fever的時候 除了給技能傷害加成以外 同樣也是額外給 25%的強益彈射傷害加成 那這兩個被動的好處 就是能夠給全隊的雷屬性角色 都吃到這個加成 壞處就是每次加的幅度 並不是到特別多 而且他要每次發動技能 或進Fever才會吃到這個加成 那要發到5次技能 就要暖劑一段時間了 好在他被動三就有提供這個 技能累積速度增加的效果 而且除了這個技能累積速度增加的效果 以外還能夠給100%的技能傷害加成 那這只角色的整體 被動效果並沒有到特別突出 但是他的技能有給他一個很高的上限 假如說你手操能力夠的話 他可以打出非常高的傷害 也有人用他來打雲水失戀 打出了很高的成績 整體而言我覺得 牡丹算是雷隊一個中規中矩的角色 就是有了他還不錯 但是沒有他的話 也不會到雷隊玩不下去 或者組不出什麼通關的隊伍 所以他的優先級其實沒有到那麼高 那優牡丹也是可以拿他做隊長來打目前的水超 後續如果有出到雷勇 其牡丹的能力可以再得到進一步的提升 最後三四星角色我簡單快速的帶大家看一下 不過這三隻角色真的都是算有用的角色 首先是暗屬性四星的 露娜 露娜他是棺材隊的一個隊長 他當隊長每次 暗屬性隊員從棺材復活的時候 就會提供20%的攻擊力 那加上原本的20%攻擊力 最多可以拿到148攻擊力的加成 技能可以打出一個大範圍的傷害 並且會隨著 隊伍進到棺材次數越多而提高越高的傷害 露娜的被動效果也大部分都跟棺材有關係 他能夠讓我們 進到棺材的那個 倒數計時直接減少3 而且如果有角色從這個棺材狀態回來的時候 露娜可以得到20%的攻擊力加成 那個角色也會額外回復5%的最大生命值 最後被動3的效果 如果能夠擊殺敵方3次 5秒內開到技能的話 這個技能傷害可以加到200% 這個加成幅度非常高 但是你要控制的好 在擊殺敵人3次之後剛好能夠開到技能 整體而言還是比較偏向魚惡像一點 那隊伍的編成也都用跟 棺材復活有關係的角色來編成就行了 下一隻是這個火屬性4星的海姿 那他做隊長的倍率不能看 然後技能的效果是發射一個信號彈 可以對命中的敵人打一定的火屬性傷害 範圍不大 但是打到敵人如果夠多的話 能夠提供不少的combo 數 但這隻角色最強的地方 就是他被動2的效果 在戰鬥開始的時候就會給自身滿能量 這個效果就跟男主的差不多 不過這個海姿還多一個被動1 彈射20次就給隊長7.5%的攻擊加成 最多可以跌到60%攻擊加成 那這個加成幅度可能就會比男主要高一點點了 那被動3我們通常不會放在主位 所以不太需要關注這個 最後這隻薩瑪莎 也是一個非常好用的角色 那首先他隊長的倍率不用看 但他的技能效果很強 他的技能效果能夠有一個 持續10秒鐘的 水圈圈 那這個水圈圈碰到敵人的時候 就會給敵人水屬性耐心彈的效果 那光是這一點 他就可以進到任何的水隊裡了 被動1的效果能夠給水屬性角色 直擊傷害加成 算是有一個額外的輔助效果 被動2的話則是給自己加直擊傷害加成 那因為他通常是輔助向的角色 所以這個就比較一般 至於被動3 薩瑪莎比較少放在主位 但如果放在主位的話 也是給全隊的水屬性都有吃到攻擊力 跟火屬性耐心的加成 好了那這部影片終於把半週年會推出的 6隻角色全部都介紹完 其實我本來預期 我會有更多時間來製作的 那結果沒想到官方就直接公佈 11月1號這個卡池就會推出 那簡單總結一下 這個卡池裡面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限定的五星尼夫提姆 大家可以祈禱一下自己的免費抽有抽到 那如果沒有抽到的話 我建議你去燒香拜拜 做好事基因的 哎不對啊就是補一點抽吧 給抽到吧 至於其他角色沒有抽到的話 我覺得不需要去硬拼啊 影片製作不易 真的所以如果 可以的話 麻煩你點贊訂閱我 感謝 我最近的影片也都會 額外再去製作這個字幕 雖然會比較費時 但是可能可以幫助你們比較看清這個影片 也有人常常反應說我聲音比較小 那有這個字幕 應該可以幫助你比較好 看這個影片 好啦記得按讚訂閱 然後我們下部影片 可能是這個任性機 那到時候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